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参加亚洲首富安巴尼的小儿子 安南特的婚姓庆祝活动之后 3月4号以赴新港式旅游 以下是详细报道 据突发新闻BNN报道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女友 预计将在新港和惠安停留5天 住着新港市山茶郡的五星级豪华度假区 这位顶级富豪生死来越南 是在他出差的2006年 目的是准备信息技术领域中的 若干商业交易 目前除了担任比尔及梅琳达 梅茨基金会的联合主席之外 他也是突破能源基金 和该磁风险投资公司所有者 该磁风险投资公司 对许多初创公司进行投资 旨在实现新智术商业化 新港和惠安是越南两个著名的流行点 位于越南中部的新港市 绵长永远的海岸线 正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目的地 备受海滩爱好者和杜蜜月情侣的青睐 惠安古镇自15世纪 曾经是一个繁忙的国际贸易港口 被联合国交文组织公认为世界遗产 该古镇具有五颜六色的灯笼 和非常商劲的房屋和商店 十分美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